我的第一名是米迪 我之前有買另外一個夏天的衣服是這個顏色 所以我會選黃色 然後我的第二名是耀黑 耀黑褲 因為我覺得它是穿起來太舒服 有點出貨的衣料 但是如果你已經有黑色褲子想要找白色的話 我就推薦刷破的白色 因為兩件男性都比較好 這件是因為它是高耀黑色 所以我自己想找這款褲比較想偏這個褲子 而且它的四扣可以壓小褲子 對 就是它蠻修飾的 然後第三名是 我拿褲子太帥了 對 它真的是太帥了 好看 它如果搭米褲就會變比較柔 但它只要看你搭的色系 如果這樣的話就要跳碰一點 但是我覺得它加細皮帶就感覺不太一樣 這件褲子一定要加皮帶 整個人就是有質感的出來 然後這台是 我沒想過是它欸 因為我覺得它褲子好漂亮 我原本也沒有想過它才會是褲子 因為它穿起來綁繩戴之後就好看 它不綁也好看 穿線綁戴比你蜜桃是一張的 但它有口袋 然後它的褲子也是配拍的 我覺得我學不相蠻 其實我本來沒有要再賣證件 因為我就是願意要去參加婚禮 然後我還不知道要穿什麼洋裝 我就想說記得吧 一嘴可以穿 然後我就是追來一次 對 其實不相褲子很好看 它房材都很好 我就是想說 對 因為它寬戴的比例我覺得很好看 所以你可以進嫖高低 這是重點 因為很多都是這種比較合的 它就是可能剛好在卡在一個很尷尬的地方 但是它這個房間可以根據你的申請挑 你想要把高低或是低一點 所以我覺得這個還蠻值得 應該是差的吧 好 它這個也是出我意要的出口袋 這真的不是假的 它一般襯衫你要有柔軟度 就不會有靈子的低度 我覺得它兩個都做得到 所以蠻出我意要的 就是你可以直接搭照下去沒有問題 而且它的配線很漂亮 對 真的很好看 對 我覺得這樣搭就是我剛剛講的裙子 如果你要選上一張的話 就可以選中保這樣 你就不用擔心 然後後面又可以有一個修飾臀部 你如果很怕顯臀太誇張的話 我覺得這樣搭就很好看 我真的覺得這個裙版很美 裙版就是很漂亮 我還好你有穿 不然你等一下又嚷擾說 在那邊奧尾 這個裙版真的很漂亮 這個裙版真的很漂亮 然後黎明就是那個襯衫 然後看這個襯衫又在裙版 因為我真的覺得這件襯衫很漂亮 剛剛那裙版是那裙版的 對 剛剛那裙版是一樣的 然後我自己最近就是還穿襯衫的 然後我覺得這種就是 它的裙子很舒服 然後又有定度 所以我會把它換完 黎明 好 最近我戴襯衫 第二名襯衫 這件真的很棒 我真的覺得是 扣要黑牛仔褲一定要來 它的包裝性真的很棒 所以如果你沒有黑褲或是你覺得黑褲 你想要找一套高腰褲的話 你就可以找它 然後今年很多軟版的上衣 所以如果軟版上衣褲要怎麼搭配 你就可以搭這個 就是黑褲很實搭 然後軟版上衣搭高腰褲 就不用怕肚子會露出來 所以我覺得漸漸真的很接近 可以見它 然後再來一張件是這個耶 羅莎綁帶 我覺得這件很可愛 而且它材質很柔軟 穿起來非常舒服 很輕膚很舒服 然後再來就是因為 官網它其實有搭配那個 洋裝很穿 它其實有搭它 然後因為我自己有馬德里洋裝 我覺得它這樣搭起來非常可愛 對 我很想拿他來拿馬德里洋裝 因為我覺得他們這樣搭配真的非常可愛 褲子的厚度會很厚嗎 不會 它是夏天的牛仔服用 是褲嗎 是褲嗎 我們現在都是夏天的厚度 就是台灣夏天也可以穿 下面是可以穿的 不會厚 沒錯 褲子怎麼穿 然後還去我真的很真心想要配件這一套 因為我覺得這一套是我自己 私下會穿出去的 這套是我之後之後配給你的 可是這套我很輕鬆 因為我之前有買過那種保針織 有一件Huffey色的保針織 然後我還蠻喜歡拿它來搭這種寬色的褲子 這件褲子真的很舒服 這件褲子穿到夏天很涼 就是去倒個垃圾或什麼的 你去便利商店 你去便利商店 他就會覺得很刺激 他就覺得好像有打算多 但其實是水手的一套褲子還大 就是很好搭配 然後上衣也這麼搭配 上衣就是很簡單的風格 所以我還蠻喜歡的 如果時髦的裸機感 就像這個就是一套 然後如果你還想要再多一點 時髦兩款就再戴一套 小巴再推就要動到花瓶了 好可怕 所以如果兩件免命放出來 或是你不知道褲子可以搭什麼上衣的話 我可以推薦你兩件免命放出來 如果你褲子想要哪別的顏色的話 你上衣就配別的顏色 對 因為它上衣跟褲子的顏色都還蠻多的 所以你如果喜歡這樣子的風格的話 你可以就是配一整套 然後配照你喜歡的顏色去做搭配 不為了